突发新闻 川普宣布3月1日不加税 结构性谈判有实质性进展 星期天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写道 我很高兴的向大家报告说 美国在与中国就重要的结构性问题 进行贸易谈判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包括知识产权保护 技术转让 农业服务货币等许多问题 川普在推特上说 由于这些有成效的谈判 我将推迟美国原本计划 于3月1日增加的关税 假设双方都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 我们将计划与习近平主席 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举行一次峰会 川普在推特上写道 达成协议 美国和中国周末非常愉快 以上是慕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